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5月9号民进党发布了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指出 5月14号下周二 赖金德将要在台北市福华饭店 宴请51席立委吃饭 共同商讨四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给民进党党团打气 因为连续的表决 大概已经是70多次 民进党没有赢过 那单单改革的五大法案 总共17次都被国民党否决 所以赖金德想要了解这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面对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来势汹汹 你赖金德现在要听取党团的意见 那第三个呢 赖金德在5月24号可能去立院进行报告 做到韩国瑜的所首边 那他想听听民进党的党籍立委的意见 究竟是统问统答 还是一问一答 还是统包答复 还是综合性的答复 他要听听这一方面的意见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赖金德也要理解 执政党跟在野党派 他们争执的原因 何在 是否会顺道处理 柯建民的问题 要到5月14号的这一天 就可以见分晓 那今天我们针对这个主题 我请到了我香港的好朋友 党台大白话的节目主持人 陈锦胜兄 跟大家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李华兄好 请问一下 赖金德 他是强盗起善心 所谓强盗起善心 就是说一个强盗 一个那么霸道的人 突然会身段柔软的 说我要帮你解决问题 这个当然会引起大家的疑虑 我想请问锦胜兄 5月14号这一天的请客 跟10天后 赖金德要到令院报告 是不是息息相关 锦胜兄 对啊 这个赖金德 原来这个被大家 这个你刚才也讲了 以为是一个强盗 这个非常的强悍 那实际上呢 他那时候啊 就是还没有做上 那个第一把交易的时候 没有担任这个地区领导人的时候呢 确实他是分断了 就比较强硬 那如果说 他要坐上这个位置以后啊 我觉得分断 必须要放软一点 而且呢 这个民进党现在 和国民党在这个立法机构 这个斗来斗去 民进党这个已经 15次的以这个动议 都遭到了否决 这个吃了15次败杀 那么这个尤其再加上 柯建民最硬的一个 誓言风波 啊 所以呢 这个赖金德呢 呃 现在啊 这个要宴请一下 这个51位啊 民进党的这个民意代表呢 确实啊 他这样的做呢 也是啊 这个对于来 阿兰讲是非常 这个及时 也是有必要的 当然 就我所知 赖金德 他原先对于宴请 所谓51席立委 他感到犹豫 但是这个中间 无论是吴思尧 无论是庄瑞雄 还有无论是 柯建民 都希望赖金德能够出面 因为民进党有五六位啊 五六位 党籍立委是从来不听 总召的宣照 所以会发生什么 跑票了 投错票了 还有故意不到了 然后甲级动员 要投票前突然不见 就有这五六席 这五六席就我所知 都不是新潮流席的 都是其他派系的 那这五六席的 每一个的资历 都比新潮流的部分立委 还要来得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指挥不动 那只好请党主席出面 看看能不能劝劝他们 那第二个 吴思尧也认为 现在民进党 正在面临所谓的决战阶段 因为他们认为 陈建仁内阁 最多是个热身赛 到了陈建仁下台那一天 赖清德上台 然后卓龙泰 又要做施政报告的那一天 可以说才是国民党 跟民众党要联合起来 修理民进党的主要关键 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希望 赖清德能够带着 卓龙泰等人 比较重要部会的首长 像要不要恢复核能 像医疗资源的运用 要不要带这一些人来 把重大的法案 在这一次晚宴当中 可以跟党籍立委进行简报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当然 他们也要问 赖清德的意见 究竟要打到底 究竟要占到底 党中央的态度如何 大概就是这三个 所以我想请问锦盛雄 那您认为 吴思尧所提出的意见 赖清德会接受吗 我觉得如果说 这个柯建民真的 要给这个 赖清德给录下去的话呢 现在民进党 接那个柯建民的位置啊 这个人呢 还只有吴思尧 所以呢 这个柯建民啊 昨天啊 在这个 整理了这个 四十八小时之后啊 居然在一次 记得招待会上 他突然之间 这个就 这个很无厘头的 讲这个 吴思尧是一个 最美丽的一个脸盆 就是吹捧这个吴思尧 他 他讲这个 给他安护一下 到时候 不要吴思尧 也在背后 这个对他也插刀 这个 把他也搞下去 这个因为政治啊 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 柯建民说 口出此言呢 也不会是这个 他这个 风雪雷风 他有他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呢 这个赖清德 这次啊 这个 特斯豪来宴请啊 五十一位 台湾的民进党的 这个民意代表呢 确实啊 会在这个民进党 目前比较低沉的 这个世纪里面呢 起到一定的作用 有话想 我可以告诉 景盛雄 现在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他们心中 嘴巴没有讲 讲出来 心中 他有一条定律 这条定律 就是说 当柯建民 还是总召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再跟民进党 谈任何的东西 那除了这个以外 更重要的 就是说 民进党 现在的 思言风波 思言风波 越演越烈 庄内雄也讲错话 吴思尧也拼命的讲 讲错话 那按照国民党 跟民众党的意思 是不是你民进党 要不要换换走 否则的话 那我不跟你沟通 我们就是硬碰硬 硬碰硬碰 碰到了最后 反正你表决出来的话 你人数不如我的话 你就是自己面对 赖清德也知道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赖清德 这个时候不可能换柯建民 第一个他不可能让吴思尧 担任总招 因为他是新潮流的 只要吴思尧担任总招的话 其他派系你要怎么说 对不对 那第二个 现在他们对于新潮流 如果再担任总招的话 他们不配合的程度 会越来越高 不会越来越低 这个是第二个 要不要换柯建民 那你第三个 就是说 现在赖清德 他之所以要请民进党这些人 第一个下军令状 第二个要不要硬干到底 那你第三个 要不要就是四年 四年之内 他跟在野党派 毫无合作的可能 这个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我想请问谨慎兄 您认为他真正换了 柯建民 吴思尧 或者庄瑞雄 他们这些人 换另外一批总招上来 蓝白还是会跟他沟通协调吗 或者进行所谓的政党协商吗 谨慎兄 对啊 所以现在这个 赖清德 对那个柯建民 誓言事件呢 他到时候呢 也会表态 如果他违避的话呢 作为一个民进党的主席 这个如果不表态的话 这个门后不过关 我觉得呢 最后 我觉得他还不一定能够换下这个柯建民 对他的这个过渡那个时候呢 最近呢 是很不利的 他还是以稳定为这个大局 刚刚谨慎兄讲 他会以稳定为大局 可是 赖清德的算盘可能会打错 或许是事与愿违 为什么赖清德的算盘会打错 他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 你赖清德 希望 希望卓龙泰能够帮他摆平 这利愿的纷争 那第二个 赖清德也认为 纵然是嘲笑也大 可是他的行政权 不能够受到立法权的牵制 那第三个 就我所知 你赖清德认为 他刚刚上台 你们就给他下马威 这个是赖清德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这个就性格决定的命运 从这一些角度我们来看 赖清德5月14号 请这一些所谓党籍立委吃饭 应该是下达军令状 准备大决战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圣兄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ー 不 сд 鸟 感谢观看